大家好 欢迎收看谈兵读 我是Uncle Mark 马克书 大家好 我是老谭 上一集老谭讲到了西北的马家军 非常的骁勇善战 像是在围攻红系陆军的时候开过炮 马上就集体冲锋 甚至用大刀近胜肉搏 我觉得这非常的有画面感 当然我听完之后还是有一个好奇的地方 除了西北的马家军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军队也是这样子打 然后也以勇猛出名 我们前面一集的主题是西北马家军 刚好有网友点菜 希望能够说独立九十五师 也就是传奇的赵子龙师 因为这个师的军事非常的特别 横跨两岸 他的血统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家军 所以刚好可以衔接 所以我们自己就来说一下 这支具有浓厚悲剧性的部队 他的第一个悲剧是 1948年10月 赵子龙师在东北锦州附近的塔山 与东北野战军五辅之一的四众 血战锦州附近的塔山 在当时全师的官兵就像长山赵子龙一样 当机猛冲塔山 在波乱式的冲锋的打法下 短短两天伤完了三分之二 战场遍地遗失 连解放军都说 怎么有这么勇敢的奖军 不怕死的程度连解放军都罕见 你就可以想见说 当时有多么的勇敢 在打完这场被公认是辽西会战 也就是辽省战役最惨烈的战斗后 这支部队辗转来到台湾 也就是现在的长山部队第104旅 他的军灰设计就是向西张口的凶猛老虎 我有听过长山赵子龙 但没有听过赵子龙师 这位点菜的军迷非常的专业 老台有没有觉得遇到之一 塔山争夺战只是赵子龙师的第一个悲剧 我们之后慢慢讲 他们还有第二个悲剧 就是在看战胜利后 独立九十五师驻扎台湾 带着补充新兵回到大陆 1949年之后 有部分被俘的台籍兵 没办法回到家乡 至于第三个悲剧是 与赵子龙师有关系的团长 他们有几位来到了台湾 结果没想到去简陆了 顺利人事件的前奏曲 也就是前独立九十五师 施展段云的共谍案事件 段云后来遭到枪毙 这些团长的大部分的发展 其实后来都不是很顺利 另外第四个悲剧是 第九十五师来台改成 残商部队 在草岭修建公路的时候 不幸遇到了草岭堂窥决 滔滔的洪水淹没了 74名的官兵 现在的梅山公园 还有一座草岭兵宫 殉难纪念碑 每年都还要祭拜 所以这一支部队 其实叫做九十五师 对不对 那为什么后来会被称作 赵子龙师 这个都是打战打出来的 赵子龙师的全身是 1930年 那个时候我们提过 就是中原大战爆发 西北司马之一的马鸿奎 他倒向了蒋介石 驻地就在河南的信仰 蒋介石为了要回报 后来就命令马鸿奎 去担任宁夏省省主席 马鸿奎他要就任前 就留了四个团在中原 1934年的时候 部分的宁马 这个宁夏的马家军 就跟一些河南的地方保安团 合组为陆军第九十五师 因为这个师有马家军的协同 他的战斗力相对比较强悍 而且不怕死 我们三级有讲到马家军 在围攻红溪路军的时候 都是采用集团冲锋 一波接着一波 连习向玄他们都说 马家军是不肯轻易败这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有马家军这种打死不退的基因 所以他们在抗战的时候 在黄埔一旗的师长罗旗 还有黄埔四旗的副师长段云的 带领之下 他们在湖北荆州附近的丹阳 与日军作战 打了很漂亮的白刃战 所以就获得了丹阳部队的称号 我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 赤壁之战要来之前 刘备在丹阳的长板坡 辞了败战 逃命的时候 把夫人还有阿斗都丢下了 所以才会有长山赵子龙 丹季旧阿斗的这一段非常精彩的故事 所以这也是这支部队 自诩或者说被人家称为赵子龙师的原因 之后丹阳部队来到台湾 方号改了 可是他们还是被叫做残山部队 也就是无奈残山赵子龙事业 所以的确是真的有一些渊源 不是随便乱取名 他取名是很有学问的 九十五师在抗战末期调派到管系 1944年12月 副师长段云升任师长 然后这支部队就被改立为第62军 我们现在讲这一段 会稍微有点像流水战 但是这有助于我们之后的故事的发展 抗战胜利 他们就开复到越南的河内去受降 1945年9月 95军就随第62军搭舰来台湾 驻扎在嘉义 1946年的7月 驻台部队枕边 然后同年9月 他们就被调到华北 同时最重要的是 带走着一批台湾 在台湾招募的新兵 接下来他们在华北作战 在河北的徐水 顾城 盛藩等等 这些地方打了多次的战争 号称没有打过任何一场败战 没有丢过任何一艇机枪 所以赵子龙师的威名就越来越胜 最后因为看到他们打得好 所以就调派他们去东北救援景州 没有丢过一艇机枪 这个老谭相信吗 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们不是说没有丢过任何一把部枪 对 1948年9月 95师他脱离了第62军的序列 只属于副座域的华北脚总 改称为独立第95师 编制是283团 团展是西城炫 284团 团展是周少福 285团 团展是张阳强 随着辽省战役的打响 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就迅速的包围了景州 景州是出关入关的重要的战略要地 只要一失眷 长春沈阳的守军就出不来 所以蒋介石那个时候决定在这个地方进行主力决战 组织了东晋兵团 从华北运兵到来这个地方要来救援景州 另外也下定沈阳开出了西境兵团 由廖耀乡来指挥 为了要确保主力夺取景州 第四野战军就以第四还有第十一众队为主旗部队 第一众队为预备部队 准备要打好塔山主旗战 阻止国军的东晋兵团救援景州 塔山这个地方距离景州才15公里 距离景州这个地方才4公里 东陵景州湾它西街白台山 虽然这个地区叫塔山 可是没有塔也没有山 它唯一的重要之处就是在山与海的中间 大概是宽度是12公里 就是基本上是一块平地 而山海关还有沈阳之间的铁公路 就并行就从塔山的东侧穿过 1948年10月10日塔山争夺战正式开打 可是国军方面就是缺憾迁的第54军并没有拿下 到了10月13日改由刚刚运到葫芦岛的独立第95师负责主攻 他们就在高呼没有95师攻不下的阵地的这种口号下 就很勇敢的发动整营整团的集团冲锋 上一期的马家军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围攻红系陆军的时候 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有提到说用集体冲锋的方式 然后这样一波接着一波 然后谭优讲到说95师也是用这样的战术 所以难道那个DNA真的是有关系吗 应该是有点关系 那另外也许还加入了就是注入了勇敢的台湾人的心血 所以就更勇敢了 我没这么说 独立95师的冲锋是以淫为单位 分成三个冲击波 前面就是由军官端子冲锋枪还有轻机枪 后面是四个人抬着重机枪 一波接着一波联系冲锋 前仆后继一排倒下来 另外一排就在顶上去 同时如果说他旁边的同袍死关了 活子的人他也不撤退 只有利用同袍 就是他们的尸体来做掩体 等待下一次的冲锋 表现得极为的强悍 非常的勇猛 10月13日14日 独立95师发动了多轮的进攻 可是最终都被东北野战军的第四重队给击退 到了15日凌晨 一般的说法是说 15日就没有在攻了 可是事实上凌晨的时候 还有两个联士图抹黑袭击 做最后的努力 总之塔山振夺战是非常的残酷 很多的书还有文章都提到说 到处都是尸体 有的打过几年的老兵 事后的回忆文都说 尸体之多是他以前所未见过 被林彪叫到前线去监军的胡七才 他也提到说 因为战产实在是太臭了 就是尸体太多 所以把最前线的守军 军的头晕脑战 他一度下令要去找香水 这我们在看其他的战士 都没有看过 连世上这样的说法 你就可以知道说 战产的那种情况是可想而知 对他特别去强调那个尸体 对然后尸体腐臭的味道 真的非常重 我们之前讲太炎战役的时候 都提过有些老兵的看法 就是几万军之所以能够打胜战 部分的原因就是在于指导员 连排斩都能够带头冲锋 上面都赶 下面的你在那种氛围下也就赶冲 所谓兵随降转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独立九十五是在冲锋的时候 军官是在最前面 因此大家就自然而然 也跟着冲了 这是不是跟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解放军的人海战术 听起来好像有点像 人海战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讲一集 因为我自己一直都觉得说 面对像以重机枪为主要火力的 环玉共事 如果步兵发起这种密集的冲锋 几乎其实等于白白的找死 这一点其实早在日俄战争 还有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都早就证明 那独立九十五师的这种进攻的方式 其实也就是这种人海战术 其实是见能见之 不过塔山那个时候已经攻了几天了 那锦州又危在旦夕 国军那个时候有两个方案 一个就是迂回绕过塔山 可是路比较远 另外一个就是直接冲过去 因为打输了 所以就会有人认为说 当时你怎么不绕过塔山去救锦州 可是在当下 其实直接冲过去也不能说是错误的 那我们回头再来讲说 这个人海战术 就是我们现在看两岸的军事 特别是台湾 很喜欢强调说 解放军那个时候 都是在搞人海战术 用人海去拼火海 我常常觉得 如果打战都是用这种方法来打 对方的火力只要足够的话 真的是马上就团灭 也就是说赵子荣师 这样子的冲锋方式 都让第四野战军大开眼界 这种感受到很大的心理压力 反过来讲 就是证明了 平时解放军并没有 打战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子大方 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很惊讶 是 没错 不过人海战术对我来说 我说对我 就比较像一种 另一个层面的那种消耗战 套在战斗机上面 就是基海战术 当然这不是比较专业 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个人的想法 不能讲见解 那回到节目上 这场战役是 哪一位指挥官下定这样打 一定有人下令用这个战术 独立九十五师 在法北作战的时候 施展是段云 到了1948年9月 才由朱志一接铁 不过下定在塔山 用人海战术打法的是 独立九十五师的前施展 也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黄埔一旗的罗旗 罗千岁 这位罗旗呢 他是管西人 在1947年 出任国防部战地视察组 第四组的组长 负责督导法北 东北地区的国军 相当于就是蒋介石派出来的监军 因此被人家称为罗千岁 1948年9月 辽西会战 也就是辽省战役爆发 锦州被东北野战军的阻力包围 10月10日 独立九十五师就运到了福禄岛 罗旗那个时候活跌了 五十四军军长缺汉圈的提出来 迂回攻击的方案 他还自告奋勇 要由他来指挥 他以前带过的这支部队来进攻塔山 10月13日 14日 罗旗就指挥了九十五师队的塔山 发动了多次的进攻 并且组织赶死队 只是说这些攻击到最后都被化解掉 所以决定在十五日就修兵修整 可是10月14日 解放军就已经集中了九百门的火炮 对锦州进行最后的总攻 十五日俘虏了汉捷 锦州陷落了 就等于封闭了国军 从陆上撤回关内的唯一通道 西近兵团 长春还有沈阳 就在短短几天 都与锦州一样的命运 这也是为什么国民党内部 以前会说党国之败 败于塔山 我之前曾经尝试找了一下 罗旗的资料 发现很少很少很少 他有出一本六十亿旧的样子 这本书 图书馆 就是不管什么图书馆都完全找不到 只是挺可惜的 在他过世之后 管西同乡会出版的管西文献 有一篇是 陆军上将罗旗将军专列 里面有提到塔山这一段 没有提到输赢 他的写法是这样子 37年在辽西塔山解围战役 军与匪重创 对勘乱军事贡献输多 与匪重创 讲白话就是给予解放军重创 对 所以从国军的角度来看 虽然没有攻下来 但是重创的对方 这是他们的一个解读 解放军是怎么评论这段战役 比较详细的塔山争夺战 这个题目很大 其实专门的书或作品 其实相当的多 不过我们有机会还是可以另出一集 我们这边就很简单的说 就顺便解答 为什么赵子同师这么的勇敢 可是还没有还是失败 东北战军这边在开打之前 就已经设定好说 至少要撑7到10天 等到拿下了紧州才撤退 所以他们的攻势就组得非常的坚固 还先用60炮来测试 另外就是赵子同师的军官 带头冲锋 负责主守塔山的四重 他们的司令是吴克法 他也预先就写好了遗嘱 四重十二师的施展是江谢元 他也对部下说 我的阵地就在你们的旁边 所以说两边几乎都是抱着那种必死的决心 所以简单讲就是硬碰硬了 对不对 不拼个尼斯波火 狭路相逢勇者胜 你想想看两边的主观都一样 那底下的子战员 其实也就能够坚持到底 所以像四重也是一样 就是一步步退 守在塔山的四重十二师 三十四团一点 战前有178人 打了两天 后来撤下来就只剩下七个人 所有的联级干部 几乎全部都阵亡 所以说赵子龙是在塔山重篡对手 也不能说错 因为双方的双方的交换比 基本上大概也只是一比一 只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话 他们没有攻下塔山 所以现在就几乎被遗忘 另外我们前面提到 蒋介石的监军是罗奇 负责争夺塔山的时候 林彪也罕见的派出了监军 因为这个地方太重要了 他要四重的副司令 服其才下到最前线 要直接指挥十二师 四重的司令员是无刻法 心里当然多少 一定会有点疙瘩 觉得说林彪 怎么好像不够信任他 可是他还是仍然的服从指挥 在东北辞掉国军 千里居师的服其才 他也就迅速地调整了战场攻势 事后证明了他这样子的改变 其实是发挥了很大的功效 吴克华后来又写了一篇 关于塔山的文章 有一段就讲得非常的有哲理 就是要实事求是的对待敌人 不能把敌人看成是一块干板 也不能把敌人说的是一块豆腐 不堪一己 要把敌人的实情就是如实地告诉大家 目的是在于从坏处着想 从好处着眼 大家集体想办法 办法越多就越有信心 才能够从劣势中争取相对的优势 吴克华还说塔山战斗 我击败十一个师 就像三倍于我的这种敌人的连续攻击 就是一个例证 你刚刚说这位市众的司令吴克华 他说不能把敌人看成一块钢板 就不能把敌人看得太厉害 也不能说敌人是一块豆腐 也不能把他看得太弱 他为什么会这样讲 独立九十五师在塔山战斗战 没有成功 其实有一部分原因就是 把对手看得太弱 也就是轻敌 认为说他们纵横华北 到了东北也能够这样子打 事实上华野的装备本来就比较 稍微差一点点 东野那个时候算是装备最好的野战军 特别优失四众 火力完全不输 独立第九十五师 所以罗奇他才会在塔山这边提到的铁板 总之我们前面提到 第九十五师跟六十二军 那个时候他们来到台湾 又带了一批台籍新兵去大陆 在写战结束之后呢 有一些独立第九十五师的台籍官兵 没有阵亡而是被俘虏 他们就留在大陆回不来 我手上刚好有一本 原国籍台籍老兵记 遗族协会会员手册 很珍贵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名册 这个有些人的方号就还写着说是 他是独立第九十五师 多少团等等 也有我们前面提到的第六十二军 自己剩下三分之一的独立第九十五师 后来就撤回华北 在平均战役之前 就由海路撤到上海 边陆的七十五军 不久又从上海退到宁波 最后再转到台湾 才有之后的残上部队 所以这就是前面节目一开始提到 独立九十五师的第二个悲剧 有台籍的兵留在大陆 然后没有办法回到家乡 那第三个悲剧 第三个悲剧是 与独立第九十五师有关的一些主官 例如团长 他们后来都来到了台湾 却没想到就是捡入了 顺利的事件的前奏曲 也就是前九十五师的 施展段云的共谍案 在华北打出赵子龙师名气的段云 他遭到了枪毙 被捡入的其他军官 发展都不是很好 这一段有一点小复杂 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段云带过的第九十五师 后来他来到台湾 转任台湾 防卫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总司令就是顺利人 1951年段云的妹夫谢小秋 谭兄段辉凯来到台湾 1952年8月段云就被保密局给逮捕 罪名是支伪不报 关了一年半 在没有任何的判决书的情况下 1954年2月就跟他的包凶段腹 还有妹夫谢小秋 谭兄段辉凯都一起被殲决 段云共谍案还牵涉到其他人 我们看一下台湾转型资料库 同案的人名 其中有三个人 就是周绍福 习承炫 瞻仰强 刚好全部都是赵子农师的团长 这个以前比较少人 特别去提这一段 总之段云在大陆带出了一只 能敢打的赵子农师 最后他却在台湾 因为支伪不报而被枪毙 如果之后说顺利人事件的时候 或许还可以另外再说一集 我刚大概算一下 你光是这一集就已经欠本师三集 留了很多的机会 我不闹你 第四个悲剧 再多不丑 独立第95师来到台湾 后来改编为陆军步兵第41师 也就是产商部队 依然有三国猛将赵子农的这种味道 他的军会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这个向西张口的凶猛老虎童 之后他们转为后备部队 部队的方号倒置 41师变成104师 因为现在金石案 师缩辩为旅 所以也就是104旅 在方号改成41师之前 残商部队在来台之初 有一小段的时间 方号是第75军第16师 1951年年初 驻扎在台南沿水的残商部队 供兵营第三连的官兵 在连长李柏春上位的带领下 奉命要开招嘉义县梅山到云林县 这个草顶的公路 完工之后 当地居民就拜托继续留下来 协助整理草顶堂天然土坝的探方 因为丙岭与嘉义县交接的草顶地区 多次会因为地震 还有豪雨而出现山崩 若时就会阻断清水溪 形成的烟色湖 没有几年 这些他们的霸庭 又会自然溃绝而消失 之前的921就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 根据朝领兵宫殉难纪念碑的碑文记载 5月18日的清晨 连日豪雨 山洪爆发 导致土坝溃绝 官兵130人 就只有56人身份 其他74名官兵殉职 碑文说连长李柏春 他的水性很好 可是自己没有先游泳逃走 而是指挥部署避难 而他的属相也都优先保护武器 最后李柏春看到实在是没办法的 于是就制裁殉职 另外像夏世 湛东 孟 本来都已经爬到树上脱离险境 可是为了要救他的同袍邓有波 结果自己就被洪水给冲走 因为他们是这么的勇敢 所以纪念上的碑文 就很哀痛的说 河山未复 转世先摧 老谭跟我们分享了独立95师的四个悲剧 对不对 从在战场上是有很好的表现 但是其实人生际遇是非常的难讲 那回到独立95师上 你觉得他们真的有这么强 客观的说 面对赵子龙师的人海战术 本来就是以勇猛著称的四众都大开眼界 心理上出现很大的压力 林彪甚至也还说 我不要删完数字 我只要打算 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得出来 赵子龙师是真的有在拼命打 而且是有打出一些成绩 只是他们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他们之前在华北遇到的对手不是挺强 加上共军在他们实力不是很强大的时候 不会那么的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 所以独立第95师在华北就产生了 没有攻不下的阵地的这种迷失 就像西北马甲军 在西北野战军的专备还很差的时候 还可以打击场胜战 等到专备齐全的杨德士兵团开到的燃州 就顶不住了 所以言下致意 这个强并不是绝对 而是一种相对 对相对的 我们还是要说 很少有部队可以看到像赵子龙是这样子 除了勇敢之外 他跟两岸的关系清澈又如此之深 因为他们在1946年来到台湾 1950年又来 第一次来台湾带走了数千的台湾人 就是台湾的新兵 有些人死在大陆 或有些人老死在大陆 至于第二次来到台湾 有些人不幸在朝领堂殉职 当然也有更多的人 就老死在台湾 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塔山争夺战 虽然没有成功 可是勇敢的程度 连解放军都觉得亚裔 这我这一定要强调的 就是作为一支军队 他们是有军人魂的 军会是张口的老虎头 是配得上的 军人魂最近这几集蛮热的 对就我们的节目一直有提到这个东西 那赵子龙是他的战史横跨东西南北 刚刚老台人提到说 与两岸的纠葛真的太多了 背后也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 像塔山的争夺战 然后还有人海战术 断云案 孙女人事件等等 他说有时间就会跟大家讲 所以我们可以 请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还是都会话一句 再多不从 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一边 谈兵读武 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在YouTube上面可以观看 在底下留言交流之外 也能用Podcast收听 欢迎听众到Apple的Podcast 给我们留言 以及五颗星的评价 有点饶舌了 对因为我们现在平台比较多 反正就请大家多多支持 再次谢谢老台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